2000年2月 河北邯郸发生了重大的暗箭 当时地上的冰雪还没有完全的消融 市区一个胡同的女清洁工却发现了可疑的东西 在胡同外的一条饱雪覆盖的水沟里 发现了三个很大的黑色的塑料袋 一开始女清洁工推测 可能是哪个无良的住户乱丢的垃圾 不过距离水沟只有二十几米 就有一个大型垃圾堆 附近住户的垃圾都丢在了这里 也交纳了垃圾费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可以将垃圾合法的丢弃 为什么要丢在水沟里呢 这不符合逻辑啊 女清洁工狐疑的用铁条挑开黑色的塑料袋 往里进行插开 不堪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顿时女清洁工 夏天头晕不眩 差点一头栽倒在水沟之中啊 原来在塑料袋里装的 竟然是一条全驱大腿啊 而且是一条女人的腿 为什么这么说是女人的腿呢 因为在这条大腿上 女清洁工看到腿上的脚趾 涂抹着鲜红的红色的指甲油 刑警们文讯迅速赶到现场 此时女清洁工受惊过度 已经被人扶回家去休息了 周边的群众来看热闹 由于当时还是过年期间 老百姓都在家里没有上班 听说除了碎尸案了 死者还是个女人 顿时啊 大量的群众 蜂拥而来 进行围观 这下子就来了好几千人呢 等到刑警们将群众好不容易驱散 现场已经被破坏了大半 只剩下这三袋碎尸了 根据法医检查 三袋碎尸可以完整的拼成一个年轻的女性 女死者大概年纪二十岁 还没有生育过 死者的头颅躯干和四肢被卡了下来 分别装在三个黑色的塑料袋中 装头颅袋子里面呢 还有死者的衣物 包括上衣 外套 牛仔裤 内衣裤 和鞋袜等 除了衣物之外 警方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私人物品 法医认为 歹徒碎尸的水平很是低下 根本不了解人体结构 只是一味的乱砍乱断 警方推测 这个歹徒应该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他花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女人的尸体切碎 女孩死亡的原因 是机械性窒息 脖子上有掐痕 应该是被歹徒活活给掐死的 死者死于大概一周前 也就是大年初一前后 由于当地气温比较低 而且还下着雪 尸体保存比较好 只有轻微的腐烂 但是因为天寒地冻 法医从女死者体内提取到了男性的经验 看来女子死前很可能被人给侵犯了 死者留短发 长相不错 但是全身的皮肤有些粗糙 手脚上有一些老姐 正常来说 她这么年轻的女孩不应该如此啊 死者似乎呢 常年从事体力劳动 警方怀疑 这名女性死者 不是城里人 而是乡下人 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呢 老刘在这里需要给大家说明 在女孩背部的皮肤上 歹徒用剪刀 血淋淋的刻着四个大字 女人该杀 杀人碎尸案 那可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啊 更别说 还将碎尸丢弃在市中心的区域 由此 当地警方组成了这案组 试图紧快的 试图此案 那么这个案件 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赚作人为 首先 必须要搞清楚死者的身份 刑警们调查了 邯郸市的失踪人口 并没有发现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失踪 警方分析 会不会是女孩失踪之后 家里并没有报警呢 刑警们顶住了压力 发布了认识启示 除了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以外 这个启示啊 还张贴在大街小巷 奇怪的是 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没有任何人来认领这具尸体 专案组深感奇怪 寒郸并不是什么发达地区 很少有外来的年轻人到这里打工 最多呢 是周边的乡镇青年到市区工作 换句话说 这个女孩啊 有很大可能就是本事人 那为什么就查不到她的身份呢 此者身份不明 转组呢 只能从其他的线索进行分析了 刑警们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 这些案件可能是抢劫 强奸杀人 歹徒啊 可能是剑裁起义 或者是剑色起义 将女孩绑架之后奸杀 把尸体切碎之后进行丢弃 但是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了 你说 是奸杀案的话 女孩应该是本地人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却没有家人或者朋友 来认领这具尸体呢 警方给出第二种意见呢 这起杀人案件 有可能是报复杀人 因为死者 背部被刻有女人该杀的字样 那正常的奸杀犯 不会这么做的 行警们推测呀 歹徒可能同这个女孩啊 有什么冤仇 将这个女孩绑架兼杀 还在她的尸体背部 刻自泄分 这种情况下 警方觉得 这个女孩 同歹徒应该是认识的 那么说明 两个人 十有八九啊 就是本地人 可是问题同样是 为什么这么久 没有人来认领尸体呢 当然了 警方还有一种可能 第三种观点 法医通过尸检认为 这个女孩啊 可能只有十九到二十岁 长得非常年轻 没有生育和哺乳的经历 但是这个女孩生前 却至少有一次 做过大月份的流柴手术 正常来说 这么年轻的女孩 即便私生活比较开放 也不太可能如此 因此 法医怀疑这个女孩的身份了 觉得这个女孩啊 很有可能是个卖淫女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么久 没有人认识呢 因为卖淫女啊 都是在外地做生意 不是本地人 所以家里人呢 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不过呢 有一些刑警啊 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虽然这个女孩 做过大月份的流产手术 她的衣着呢 并不暴露 甚至看起来呢 有几分吐气 不像是那种 依靠性感的 做生意的女人 另外呢 卖淫女一般呢 都会患有各种 严重的复合病 甚至性病 但是这个女孩呢 却并没有这些问题 并没有任何的 妇女的疾病 刑警们认为 这个女孩应该 不是一个卖淫女 事实证明 这些刑警的判断 并没有错 专案组随后组织警力 拿着女死者的照片 其实啊 是她死去的 那个人头照片 相当恐怖啊 然后呢 她去各家 涉嫌色情的场所 去排查 甚至是调查了 一些战监旅 车騰了几个月 警方可以说是 一无所获呀 根本就没有人 认出这个女孩 警方觉得呢 从衣服 来进行追踪呢 女孩生前 这个穿着的衣服啊 非常的普通 谈不上什么牌子 在任何一家市场啊 都可以买到 根本就没有办法追踪 虽然专案组 尽了最大努力 案件仍然迟迟 不能够侦破 让专案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半年之后 又发生了同样的案件 而且性质是恶劣到了极点呢 九月份 一天凌晨 有个下夜班女工 抄记录回家 当时啊 天色刚刚 有那么一点亮 小胡同里面的 还是比较黑的 看不清楚前方的路 这名女工骑车呀 突然之间撞到了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塑料袋 跌到在地了 好在呀 只是摔破了皮 愤怒的女工打开这个塑料袋 想查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可是刚刚看了一案 女工就发出一声尖叫 把周边的住户全都给惊醒了 因为黑色的塑料袋当中 赫然是一只血肉模糊 人体的手臂呀 就这样 又一句碎尸案发生了 转速顿时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呀 刑警们紧急的赶赴现场 由于是凌晨时分 现场呢 并没有什么围观的群众 现场也是在市中间 甚至是在一所中学的围墙外 而围墙那一边啊 就是一排民居 距离炮尸地点 还不到15米的距离 换句话说 这个呆徒几乎是把碎尸 直接丢弃在闹市区的街上 警方在现场只发现了一只人体的作弊 通过皮肤判断 这名死去的死者 仍然是一个年轻女人 刑警们于是啊 开始在周边进行搜索 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才在200米外一个垃圾堆中 找到了剩余的四个黑色的塑料袋 在这四个黑色的塑料袋里啊 装满了碎尸和杂物 经过警方的贫接 发现这依旧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 年龄同样在20岁左右 死者同样是被歹徒给掐死的 之后在碎尸丢弃 也是使用黑色的塑料袋包裹 碎尸的手法 和之前那起案件是大同小异 女孩生前 发现了这个被歹徒枪奸 警方提取到女孩体内的经验 进行对比 证明正是之前杀害那名女孩的歹徒 可是这一次案件却有两点不同了 哪两点不同呢 第一 黑色的塑料袋中啊 装了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包括一些林省的旧的杂物 还有一些女性的化妆品 第二 就比较可怕了 为什么呢 之前遇害那女孩我不是说了吗 在她的背部啊 被刻下了女人该死四个大字 那仅仅是背部被刻了几个字 这次不同啊 这名女性死者驱赶 被歹徒用尖刀刻了几十个字啊 这些字呢 主要是分为三行 第一行写明了 之前二月份那期案件的时间和历典 第二行写明了这起案件的时间和地点 第三行则仍然有该杀等字样 在碎石躯干上刻字 这除了表现歹徒变态之外 更是赤裸裸的 向警方挑衅的 这个歹徒似乎准备没杀一个人 就在死者的碎石上 刻下之前所有案件的经过 接此是羞辱警方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在权势引起了轩然大波呀 歹徒变态的 作案的手段 还有受害者 都是年轻的女孩 引起了本地妇女们的惊恐 尤其 室友妙龄女孩的家庭 更是高度节眉 一时之间 不要说是夜晚 就算是在白天 女人在上下班 或者上下学的时候啊 都必须有男性的亲友接送 在整个城市当中呢 散布着一些可怕的传说 说有杀人狂 专门在夜晚 奸杀女人 全是一到深夜 就已经看不到女性活动了 即便在家中关好了门窗 有一些女孩少妇 也是瑟瑟发抖啊 似乎杀人狂就在附近 这个案件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上面领导 颇为震怒 要求专案组立即破案 不能让杀人狂 第三次作案 专案组是全力开动 用尽了一切的办法 发现碎尸的时候啊 法医判断 抛尸时间 只有几个小时 于是 刑警队调动了几条警犬 试图跟踪气味 可惜啊 这警犬们呢 跟踪到大街上以后 由于啊 人流量太大了 各种气味混杂 就失去了带头的踪迹了 对于 这名女死者身份的调查 同样是毫无结果 连死者 是谁都搞不清楚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推测 这名歹徒应该 是一个杀人惯犯 警方将诠释 有个重大性犯罪 或者杀人罪前科的人 一一的进行排查 对于重点嫌疑人 都提取经验比对 警方前前后后啊 调查了上百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 DNA吻合 显然这些人 都不是凶手 这边呢 警方是毫无破案线索 可是那边 社会的舆论哗然了 全都指责警方 板不利 抓不住凶犯 在这种情况下 专组只能 死马当成活马一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沿着这一次的 抛尸地点 向四面几公里内 进行挨家挨户的查户口 看看是不是能有所突破呢 另一路啊 则根据碎尸身边发现的 旧杂志 塑料袋等物品 进行追踪 可是这两路调查 依旧很快就失败了 查询户口的结果是啊 警方并没有发现 可疑人 其实 警方连嫌疑人高碍胖瘦 年龄都不知道 更别说长相了 就算是警方 和这个歹徒当面的欲伤 也是认不出来这个歹徒啊 调查塑料袋的刑警们发现 这种黑色的塑料袋 全是至少得有几百家店面 在进行销售 每天是卖出成千上万 根本不可能追踪 旧杂志也差不多 临省的杂志事 每个月发行数十万册 销售到全国各地 也谈不上实名购买呀 怎么去追踪啊 哎 就在赚案组 走投无路的时候 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什么怪事呢 案发后大概两周的时间 突然有一个电话呀 打给赚案组 声称有碎尸案的重要线索 在这个电话中 有一个年轻男人 很激动的表示说 他知道这些案子是谁做的 这个人呢 叫做赵明 是本事人 目前呢 正在搭乘火车准备出逃 男人甚至说出了这个赵明 乘坐火车的这个车次 作为信息 让警方立即去抓捕 说不然这个杀人犯 就逃走了 在赵案组追问这个男人是谁的时候 对方啊已经挂到了电话了 虽然接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可是警方认为啊 这个消息 未必可靠啊 但是 到了这种地步 只能 宁可信其有了 死马当着火马一吧 专组啊 立即调动数十名民警 出动抓捕 同时呢 联组火车站的铁路警方 进行配合 万万没想到的是 警方封锁了这列火车 在这个作品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叫做赵明的人 经过警方对整列火车乘客 查询身份证 也没有一个叫做赵明 或者是类似于赵明的人呢 看来呀 这应该是一个恶作剧 是这个年轻人故意消遣专组的 警方根据这个电话进行追踪 发现呢 打电话的是个年轻男人 是用一个小学门口的公共电话 所拨打的 没有人看到这个男人的长相 对此 转组颇为不能理解呀 为什么呢 你说打110啊 胡说八道 报假警的人 的确有 但是这种三转四转 把电话接入了转组 然后恶意拿警察开涮 却非常罕见呢 而且 报假警 是违法行为 轻则行政拘留 重则追究 刑事责任 顿大欲 普通人 不会傻到这样去做呀 转组电话有录音 转组根据这个男人的声音判断 这个年轻男人思维正常 说话很有条理 不像是醉酒 或者是精神病患者 更为夸张的是 大概两天之后 又有人把电话打进专案组了 还是说 有重要线索 要进行反应 这个男人呢 让专案组负责任 接通电话之后 却并没有提供线索 反而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你们好蠢啊 这样都抓不住我 那两个女人 都是我杀的 我马上还要杀第三个人 随后这个男人呢 挂退了电话 转组听到这个男人 嚣张的话语 立即就把两次电话录音 进行比对 证明啊 这两个人 正是同一人 这个电话 可能还是无聊者 在胡乱骚扰吗 转组 人为不一般 男人说话的时候 听得出来得意洋洋 有着一种难以掩饰的 傲慢和轻蔑 你说不相干的人 很难有这种 极端的情绪表现 况且呀 就算有作死的那种骚扰者 也不可能一而再的 找到专案组 来惹是生非呀 此时啊 上面领导啊 继续催促 尽快破案 知道这件事时候 更是不然大怒啊 说呀 这家伙 实在侮辱我们整个群体 太嚣张了 一定要尽快的把他给抓捕 专案组这时候之后啊 再去调查这个电话的来源 刑警们呢 也没有抱希望啊 歹徒不可能傻到 用自己家的这个电话 去打电话呢 肯定 又是用某个公用电话 果然警方一查 这个男人拨打的 确实是公用电话 是从市中医院门口 小卖部打出来的 这个小卖部啊 每天都要接待 四五百名病人 和医护人员 打电话的少说得上百人呢 老板根本不可能 记住打电话的陌生人呢 可是 意外出现了 也可以说是识破 惊天的事情出现了 这小卖部的明星老板 竟然一口就说出 刚刚拨打电话人是谁 说这个人叫做宋明 这岂不是一个大怪事啊 为什么是小老板 能够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呢 只能说呀 这个事是无效不成熟啊 就在这个宋明拨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十点钟了 这个小卖部啊 平时白天呢 是五十多岁老板 老房夫妻经营 晚上则换成他们二十多岁的儿子 小冯看到十一点 当天呢 就是这个年轻的小冯干店 他一眼呢 就认出来了 打电话的 就是宋明 这个宋明呢 就住在几条街外 他并不认识这个小卖店的 小老板小冯 严格上来说呀 小冯也不认识宋明 两个人并没有说过话 但是呢 打过两三次的照面 小冯和宋明是初中同一个年级的 今年都是二十八岁 小冯是个普通人 这个宋明呢 却在当地有些名气 什么名气呢 宋明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坏小子 而且呢 又是学校副校长的出生子 仗着自己老爸照着 宋明啊 六年中学的生涯 不是打架闹事 就是泡妞 成绩可以是一塌糊涂 当然不可能考上大学了 小冯之所以认识这个宋明啊 不是因为宋明是年级的一霸 而是自己暗恋的对象 被宋明给弄走了 小冯的班上有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但是学习也不怎么样 小冯把这个女孩呢 当做自己的初恋 然而高二的时候 这个女孩却做了宋明的女朋友 因为初恋失败 所以小冯对这个宋明 可以说是记忆比较深刻 因为任何男人 也不会忘记这回事啊 所以啊 即便和这个宋明 差不多十年没见了 小冯还是一点 就认出了这个宋明 川总一听这个消息 是大气过旺啊 立刻展开调查 进行侦查 宋明的背景 经过警方调查 宋明这个人呢 偏致恶劣 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抽烟 和一群小混混 撕混在一起 说起来 他身为副校长的老爸 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宋明家的经理条件呢 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 副校长的标准 据说他老爸的人品 非常的差 私下里收了很多家长的好处 还同一些女家长的 发生过不正常性关系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老爸就不怎么样 想让儿子学好 可就不容易了呀 这个宋明从小 一直混到了28岁 打家闹事 泡妞瞎玩 什么都做 虽然呢 宋明没什么大事 也是看守所里的常客 宋明老爸见到 管不好儿子了 干脆是放任不管 他给儿子买了房子 按月呀 给他生活费 其他的 就一律不管了 那么这个宋明 到底是不是 这系列强奸 杀人案的真凶呢 很简单呢 把人抓住再说吧 转足立即抽动 就对宋明进行了抓捕 这小子呀 平时在外面是吃喝玩乐 一周呢 只有一两天呢 在家里居住 想抓住他可不容易呀 专足耐心的 在宋明家中守候 三天之后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宋明搂着一个年轻女孩下了车 刑警立刻围拢上去 一人大声喊道 宋明 宋明本能的 挨了一声 随后被几十手同时抓住 暗闹在地 这小子是个聪明人呢 看到对方穿着警服 立即大喊了 你们干嘛 我做什么了 警察乱抓人呢 这小子呀 是公安局的常客 在局里呢 一点也不怕 完全不承认 自己有罪行 反而呢 是不招编辑的瞎扯一通 宋明说了 你们少吓唬我 以为我是不懂法农民呢 我告诉你们 我把你们的刑法都研究透了 你们没证据乱抓人 我可告你们 静静说 你懂法不代表你不犯法 我们如果没有证据 也不会抓得进来了 你倒得交代 还是不交代你的问题 宋明说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 你们要找证据 直接把我拉到情场 枪毙就是了 不然别套我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警警说 谁说你犯了枪毙的罪 我们可没说 你做贼心虚什么 你准备完抗到底吗 宋明说 我不是完抗到底呀 我没做过什么坏事 你们让我说什么呀 我还是那句话 我没有犯过罪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在这里陪你们聊聊 两天之后 你们就得放我出去 不然就是违法 你们懂不懂 虽然 这个宋明的嘴是又臭又硬 难以有什么交代 但是别忘了 警方还掌握着重大证据 经验 专案组立即对宋明抽血进行比对 证明在那两名女性死者身上 遗留的经验正是属于宋明 另外 另外通过声音比对 警方证明 宋明确实打电话 给专案组那个男人 到了这个地步 罪证已经确凿 宋明呢 踏实验千辉 就选择呀 放弃了抵抗 交代了 他埋藏凶器的地点 根据宋明的交代 警方在滩家附近的一个臭水口中 捞出了用于肢解尸体的菜刀 锯子 斧头 还有黑色的塑料袋 以及两个受害者的首饰等私人物品 同时 警方在宋明家中 也找到了救杂志 厨房中 找到一些碎尸留下的碎骨 和皮肉毛发 至此 可以确定 宋明就是系列杀人 碎尸的真凶 可是呢 令人感觉到匪夷所思的是 宋明竟然也不知道 被他杀死了两孩 两个女孩究竟是谁 宋明活到28岁 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各种烈焰中度过 在今天2月份 宋明呢 在一个低厅里喝酒 寻找着可以过夜的女孩 这时候 他突然听到临桌 两个年轻男女在吵架 听了一会儿 宋明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这两个人呢 是在广播电台交友节目中认识的 后来一直通过写信和电话进行联络 类似于今天的网友 女孩自称是小红 是临省一个乡下的 长得还不错 不过皮肤比较粗糙 毕竟啊 从小做了很多农活 男孩儿童小红差不多大 长挺帅气的 小红是单进家庭 父母离婚以后啊 小红跟着父亲过 而父亲很快再婚又生了儿子 小红就成为家里吃闲饭的了 小红想借助这个男友 离开家里独立 大概一年前 18岁的小红离家出走 跑去和男孩儿同居 两个人呢 不太懂避孕 小红很快就怀孕了 被迫就进行了大月份流产 两个人同居快一年了 小红逼迫那男孩儿结婚 没想到这个男孩儿却嫌弃小红 随随便便和别人上床 而且又是乡下人 不愿意和小红结婚 找出各种借口推辞 两个人在敌厅里跳舞的时候 又大吵了一次 男孩儿就拂袖而去 这时候 松明见到小红独自喝闷酒 就趁机上前去搭讪 两个人喝了不少酒之后 小红喝多了 神志迷糊 松明趁机就把他带回 自己独居的家中 同小红酒发出新欢喜 根据松明交代 两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小红没有拒绝 甚至还比较主动 第二天呢 小红就说 宋明强奸了他 要去派出所里报案 说这个宋明除非给他一笔钱 作为赔偿 宋明知道 一旦去了派出所 是有罢就自己叫做老啊 所以呢 他询问小红 想多少钱 看起来 年幼单纯的小红 狮子大开口 说至少要两万元 当时的工人一年 才挣不到一万呢 而宋明自己没有工作 依靠他老爸 每个月给他八百块钱 维持生活 根本就拿不出这两万块钱 眼前小红 在敲诈他 宋明是恶从胆别生啊 这家伙可是个恶人呢 不好惹呀 宋明 盘算不给钱 小红出门就会报警 于是 他假意答应了小红 趁他不备 突然掐住小红的脖子 将这个女孩是活活掐死 杀人之后 宋明认为 住在人来人往的小区 不碎尸 是不可能将尸体处理掉的 于是就将小红碎尸之后丢弃 宋明认为小红活该被杀 就在他碎尸上刻字写愤 杀了小红以后 宋明一度非常恐惧 唯恐的被警方抓住枪壁 但是半年时间过去了 他发现呢 警察并没有调查过他 宋明蹲过很多次看守所 结交过一些犯罪分子 知道警方办案 主要是依靠摩尸位关系 他和这个小红并不认识 小红呢 这个全面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觉得警方啊 不可能抓住他 可是让宋明比较吃惊的是 小红的男友应该是看到了满街的认识启示 但是却并没有站出来 宋明攻击啊 小红这个男朋友是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没空警方怀疑他是凶手 所以就干脆装作不知道了 九月份宋明在一家歌厅吊马子时候 又看到另一个女孩小兰 小兰十九岁 刚从外省来本市住在南胖家中 宋明知道这个女孩也不是正经人呢 应该和那个小红差不多 所以啊 宋明呢 是故技重施 开始吊这个小兰 这次呀 是小兰主动跟他回家过夜的 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之后 小兰却不愿意离开了 他说自己被男朋友骗了 对方是个打工的穷人 他看到宋明比较有钱 有手好斜还过得很欢愉 就想和他同居 宋明无奈 就让这个小兰在家里啊 住了三天的时间 两个人是不分昼夜的 在一起交欢多次 根据宋明交代 第三天他准备赶走小兰 对方却不愿意走 小兰说了 就算是卖银 三天这么多次 要给他一笔补偿 当时宋明手上啊 没什么钱 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 很快就发展到了司大 宋明啊 一怒之下 再次一把掐死了小兰 随后碎尸抛尸 这次他认为警察 根本抓不住他 他花费了两天时间 在这个碎尸上 刻字 进行挑衅 还将自己家里的旧杂志 装了进去 故意留下了线索 抛尸之后 宋明两次 故意打电话到专案组 进行挑衅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这个宋明啊 多次进过看守所 曾经被警方给修理过 对警察有仇恨 这一次 他故意要为难 羞辱警方 宋明被捕后介绍 说因为杀了两个人都没事 他决定继续杀人 而且列出了一个七人名单 这七个人都是女性 都是曾经同宋明交往之后 因为各种理由 离开他的前任 包括小冯暗恋的女孩 也在集中 如果警方没有及时抓住 这个宋明 也许啊 他会将这七个女孩 一一杀死啊 事实证明 宋明做了一件大衰事 如果他不是主动打电话 去向警方挑衅 也许他没有这么快 被警方抓住 正用了那句老话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请问是否有患者 会不会有关系 有点 就会有关系 会不会有关系 不知